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大会服务是我们互联网诞生之初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服务 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拥有了服务 那到我说过互联网诞生的时候有三大服务 哪三大 互联网诞生三大服务 我讲过了 刘建 刘建 对不对 然后呢 三大会服务 这是不是就是最开始的对的 对吧 那甚至这些服务可能都是随着我们互联网的发展 逐渐就变得来了 那三大会服务开始就变得了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 也是我们互联网当中应用最重要的这个服务 也是你们访问最多的服务 不开 所以呢 各位 你们绝大多数人入业之后工作都会碰到这个网站 一定会有 一般的企业当中都有网站 明白 各位 这个如果是简单的网站 就是一个旧式的网站 我们一般可能不需要单独的预为 一般批批通通的事情的网站 明白 但一些复杂的 设计到极权的 设计到架构 那时候就需要预为工程式来做支撑 听懂吗 所以呢 各位 你们绝大多数人后面都会碰到这个网站 但是我们在讲 Windows今天的时候我们说过 阿帕奇这个代表会干嘛 它是占比最高的路线 是我们所有网站里面的时候占比最高的 对吧 将近是不是占了60% OK 那2S呢 是不是占比现在是不是只有不到13% 14% 就这样子 对吧 所以 各位 我们讲2S的话 只是在温度式当中实现一下而已 那么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 重点的内容肯定是不是还是后面的 阿帕奇和 Andex吧 啊 阿帕奇和Andex OK 有问题 2S的简写 英文全称 如果 精量能备的话 是都要备下来 OK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互联网 消息 服务 OK 应该说互联网信息服务 都可以 能听到我们说什么吗 啊 嗯 嗯 那么 iS呢 是我们Windows当中 其实说实话 是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个软件 嗯 其他的Windows程序 其实虽然说是货本和声有些问题 但是 它也没有像 没有像 iS这样 嗯 它的问题是异常巨大的 所以Windows这个看 一旦更新它的新版本 它首先起的就是什么 中下完全新 各类 iS的漏洞 尤其是iS6.0的漏洞 这个异常去的 很多东西都 这个 重要的一些著名的 聪明招注的攻击事件 都发生在iS6 所以 导致使用iS的数据 直线下降 原先iS还能占比达到25%又 还能更高一点 那现在呢 是不是就是越来越乱线 是吧 用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 各位 这种东西是什么 你一旦丧失信 你再想把它追回来 基本上就不可能 你想 对 你想 我假设 我原先用的是Windows所信 我的网站是串通号在Windows当中 然后呢 各种攻击 各种动动 各种各样的麻烦 导致我苦不开眼 最后 我真的下尽决心了 我要办法 抛弃Windows 我不要 哎 你想 这东西真的 我说是要下决心的 为什么 你想 在Windows服务器上 放的网站是拿什么写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概念吧 ASP 或者Donline这些 你们听懂 Donline 或者ASP 这是Windows下轮件 明白 那如果要放在Windows当中 这个东西是放不下 其实能放 但是 就跟放在Windows没什么区别 就是 还不如放在Windows下轮件 明白 要想放在Windows下 怎么办 它是不是要等于要把网站整个重新开发 换眼神就相当要重新 那可不是换的事 能听到 把它从ASP换成什么 拼拼吧 各位 大概在05年06年那段时间 这种需求是异常巨大 那时候说 拼拼有些人拼配更好 那啥 当时举个例子就是 你看 某某某公司抛弃了ASP的软件 咱们不要 这个网站 让我们去给它重写了 那种时候是异常巨大 因为原先最开始的时候都用的是什么 Windows下来打 因为Windows简单 当时技术就比较落后 很不太会弄的意思 也不太认可这东西 所以大家是都用Windows 这就是惯性思维 因为你在个人间脑道中 Windows 服务器上你是想办人类也会选 直到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不满意 然后才会靠你去 去换 各位 这个是要下一场大的决心的 因为是相当于要来整个网站 全部重建 这个实现 我说 在05年左右的时间 那段时间 是大量发生的 大量 那我想 我都已经下定决心了 把你给你换的 我投入了钱 是不是 请专门的人家是不是 去重新写 买专门的服务器重新写 然后招专门的密宿运营工程式 或者是PG程序 是不是在做这个东西 好了 我把网站也改过了 改成写片 然后 你过了一天说 我升级了 你不是觉得IS6不太好吗 我变成7了 咱们客观家讲 7确实还可以 比6条小大工安全性也好 那我问你 你还不换客人吗 你想清楚这个事 听明白了 什么意思 我就说 市场界的事情是很必要的 你一代什么 丧失了之后 再想把它找回来 是异常的 你要做出很多 种子不取出错 所以才有可能 基本上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人说了啥 强保重能飞 你知道我说什么 当你走下坡路的时候 别人都会觉得什么 你是不是就不再可信了 它就算是两个可选 可用这个可用那个 是不是也不会选你 你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我说 Windows之前看的异常强大 但是Windows现在就变得这个强了 最近这段时间 Windows是不是 在很多地方 很多领域当中 都不太近如近了 比如说 它现在人一还好的就是 个人家人电脑 个人端本 但是 个人端本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到了 它是不是不太挣钱 所以它是想方设法的供应 比如说 你可以免费升级到温室 升级了之后才告诉你 升级了才还是倒黑 对吧 那升级是什么意思啊 你问我说什么 那你问 就包括要说了手机 我包括要说了手机 要我说 原先Windows 刚发布的那个温室的时候 是不是还超超一阵段 还说过 Windows 就是依托什么强大的Windows平台 微软公司 然后怎么弄不到 怎么弄不到 这个时候已经什么 晚了吧 市场是已经被安多和 IS是全占了 然后你再说你推出 还行吗 我说是吧 那你愿意吗 我就想 你愿意吗 你就算愿意 你才那也就是买的什么 这个 四五百块钱的特殊机 然后看看怎么怎么用 好不好用 而且那是爆 太大气了 对吧 导致的就是我说的恶心循环 是吗 我说过这个是吗 用的人越少 开发者也越少 开发者越少 用的人还是就会更少 对吧 恶心循环 还有 你们觉得柔软现在还在什么地方 占一些优势 我不让你们看 你们能干得到吗 我不让你们能干得到吗 然后为了打击那个 iPad 当时我出了那个suffly 那个平板电脑 你见过有起的人用 你见过吗 我在我的整个这个 到现在人齿 我都见过两个人用过那个东西 而且 企业也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这个东西 它是个啥 就是你开平板电脑的时候接个键盘 那个键盘 它的意思是 它比iPad多了键盘 而且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那个键盘的键盘 敲击手感就不利 直接敲桌子的键盘 就是薄薄的一层锁量 还不如比这个键盘 我还宁愿去再进展这个屏幕上键 因为这个键盘很难顺利拿这个键盘 大锁还不一样 用起来很便宜 我不知道有个用过 玩过那个微软的游戏机吗 iSBOX iSBOX iSBOX是前段时间出现了iSBOX版 然后刚出的时候销量还凑 当时还说还行 但是最后的时候偏撕开始发售 偏撕的销量 一周的销量 底达iSBOX之前 所有的销量还不完 这个东西就很恶心 我就是跟你说 真的是 现在真的感觉是 可能就是有点阴城墨入 强盗中人推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 所以啊 各位 啥意思啊 你们别发 在服务器版本上 就说有可能 你用十几年的这种东西上 尽量什么 就要远离游戏 有可能 他说不定 哪天是不是就抛弃支持 就不干了 这个业子他就不要了 有可能 对吧 你说整个微软公司 彻底倒闭 可能短期还不太可能 但是 他这个业子他不要 有可能 有的 是有的 没可能 听懂吗 尽量远离游戏 这段视频 听到了 二 有没有问题 我说实话 这个东西还是很残忍的 用了很多年 说不定哪些就没有了 对吧 但是 个人电脑是要淘汰的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他培养了大药 又不得使用习惯 但是 他不挣钱 他到最后再就给他玩 就像XP那 是吧 抛弃口 对吧 那抛弃口 他不是去到最后什么吃饱 对吧 其他的抛弃口都出来 对吧 好了 那我们还是说 客观的讲 IS7 应该说要比之前的反正 稳定和安全一些 OK 但是 具体有多安全 多冷静 不知道 因为 有错误 也没敢用 反正他据说实验 据说实验 我们反正就实验把人家抛异口而已 听到吧 你没什么碰到他的肯定性也不大 好了 各位 说到这我多说一句 什么东西 我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想到的人 认为你们知道这个事 所以我没有太过解释 让我这里再详细解释 什么东西 我们的网站是一个平台建筑 观众呢 我觉得功能是无法完成的 明白的说什么 什么意思 我的网站平台是这样的 我需要有操作系统吧 需要吧 还需要有什么 需要有这个网站发布平台吧 嗯 嗯 我是不是还需要有网站发布平台 嗯 然后呢 我是不是还需要 我是不是还需要有网站发布平台 我还要什么? 网站。 语言。 语言吗? 我是不是还需要写网站的语言? 语言。 我还需要什么? 数据库吧? OK,这应该是。 算了,算了。 那,哥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网站价格。 你光有IS是没有意义的。 IS只能发布进展网站。 靜天网络和动态网络我解释过了 解释过了 只能发布靜天网络 它根本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网络主义的基础 OK 所以我们的网络现在是不是都必须有什么后台 有注册 有登录 对吧 有排序 对吧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必须有 信息程序和数据户数来做支承 才可以 对吧 Linux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 M A A M M P M M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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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叫做 跟刚刚是你这样的 啊 这是 不是 这不是PSP 这是 R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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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各位 如果单论语言和数据户 单论这两个 RESP其实并不占领识 PG语言其实并不比ASP语言先进多少 它又还是属于同一个战语言 甚至是它又是属于同一个类别 都是交代语言 不管是从它的开发的速度 开发的能力程度来讲 两个语言基本相当 没有什么太大的优越式 OK 那如果说数据户的话 各位 SERCO SOGO 其实让性能好于MICSERCO MICSERCO MICSERCO 我们一直在讲 讲架构的时候 是一直在说 MICSERCO的性能是其实不太好 所以我们需要干嘛 我们是不是需要花大量的精力 设计各种复杂的架构 来干嘛 是否来保护MICSERCO的这个压力 没错吧 那这种情况下各位 我说 SERCO SOGO的性能优势 其实比MICSERCO要强大一下 光出名字上就能感觉到 MICSERCO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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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型 而SERCO SOGO和我儿子是一个 它是一样的 它是大型 关系型 数据户 所以啊 光太能测试就能感觉到 SERCO SOGO的处理能力 其实是应该高于MICSERCO 明白 所以我们说 我先说 什么叫关系型数据户 我们还没讲过 我们还没讲数据户 什么叫关系 公司里啊 有行 有列 通过行和列 就能确认其中的某一条数据 明白了 说什么 这就叫关系型数据户 比如说杭州也是不可以组成关系 组成出来 我们的表格 各类 这种数据户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刷的表格是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们在数据户当中 其实都是按那种 二类表格来进行存储 所以 都是叫做关系数据户 那 有没有非关系数据户 有 我们把它叫做 no circle 数据户 比如说 我们后来 如果有时间 会给它加量和列行 它其实就不再是这种 蓝色谷的存储里面 什么 有好 有烈 查出来的时候也是好的 哎 你们在中学的时候 你们有学过 我不知道怎么 大夫片四学过吗 大夫片四学过吗 大夫片四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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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真的有SOLA, 其實就跟你的賽事一樣, 是先換一個表, 告訴他我需要有體力, 從ID號, 這個年齡的性別, 加分就準, 對吧? 然後往裡填數據, 明白嗎? 就跟你們實際使用的一樣, OK? 那, 我們的SOLA和買SOLA都是關心就數據, 帶來的後果是, 好處是, 他們都要使用SOLA的決定, 這個東西叫做中文文字, 也就是說, 我學完了MASOLA, 它的基本的增山改查命令, 意思就是語句, 是SOLA和SOLA和SOLA和SOLA都是通用的, 也就是說, 其實, 這種數據貨, 我們不是做專門數據會開發的, 我們學一個, 其他的多麼多使用, 問題不大, 明白嗎? 區別可能只是, 系統操作命令不太一樣, 但是SOLA和語句是一致, 他們都遵守什麼? 結構化查詢訊, 好,OK, 但是, 單從效率上來講, 這個, 這個是要高於它, 那就是說, 從這塊來看, LAMP環境的時候, 不佔什麼都是, 不佔什麼是吧? 啊? 那為什麼, LAMP環境, 它能佔到全球的佔計60%左右? 為什麼? 各位, 根本的原因在這兒, 而不在後來, 什麼如此? 我們說過, 阿帕奇是原, 要比IS屬要穩定的, 第二圈, 就算是IS現在更新到暖氣, 阿帕奇也沒嫌疑, 它甚至也載不到暖氣, 所以, 阿帕奇其實應該, 它的性能是要強比IS, 那這個東西, LAMP環境, 跟這個比, 我不知道我講過吧, 我今天講LAMP環境的簡介, 是說過一聲, UNIS是比較遠比Windows選擇的嗎? 文件安全的, 對吧? 那服務器呢, 這個看的是什麼? 什麼就是文件安全, 那UNIS是個看起來漂亮的樣, 那對服務器來講, 是完全沒有利益, 人不能啊, 所以我說了, 這才是這個平台全球分隔中的原因, 當然我說, 如果耽誤了文件安全, UNIS平台, 有它自己的網站開發平台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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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比如說, 你完全可以用這個字下加阿帕奇, 再加它的耳口, 然後再加GSP, 加完了, 能聽到嗎? 我加完了一些, 明白,你說什麼? 完全沒有, 那這個東西, 如果單純的穩定和安全來講, 甚至值錢效能, 都要高於LAMP環境, 但是, 全收費吧, 這個收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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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異常而歸, 一常而歸, 那讓我們說, LAMP環境幹嗎? 這個呢, 幹嗎? 它是不是藉在這兩種平台之間, 你明白這說什麼? 你明白這說什麼? 它是比文章學好, 它是不是稍微比UNIS差的? 其實我們說, UNIS這個平台雖然效能高一點, 但是, 其實也沒高一點, 也沒高了下去, 也沒高了下去, 可能就高一些, 但是, 成本差別可不是一些, 而是什麼? 這個事完全是人證明, 買服務器什麼就可以啊? 這個呢, UNIS, 就是, 帶UNIS操作系統的服務器, 比普通的服務器, 最少要貴一萬塊錢, 就配置一樣, 那你就可以認為, 一個普通的UNIS, 是相對要賣到三百元, 對吧? 那這個, 一萬塊錢還是小錢, 然後告訴你, 這個就比較有感性了, 爾維克, 爾維克和Soros是一樣的, 它是什麼? 按照數據量來收費, 也就是說, 你存在數據量多, 搜索強度越大, 它是不是給你賣的版本, 是不是就是越高端的版本, 然後價格是不是越貴, 啊? 給你賣低端端的版本, 是不是已經就不良了? 你數據量級大, 它是不是卡萬次還不買次呢? 明白嗎? 你是不是比較好完美? 啊? 價格呢? 直線上市, 比如說, 可能幾萬塊錢也是它, 可能上百萬, 幾千萬也是它, 都是有可能的, 明白嗎? 所以這個成本, 就是完全不可計算的, 啊? 所以呢,各位, 在我們國內, 用這種價格的有嗎? 有, 但是, 一般就是什麼? 銀行, 政府機關, 要不然就是中石油量比較好, 它不差錢, 但是這個時候是不是可以考得越好? 而且, 尤其像銀行, 它對我們的利用安全是要求更高, 所以, 一些大型銀行的這種, 集群的這種, 怎麼說呢? 就是, 就是這個, 中間它的那個中心項目, 中心的, 不是各種分考的, 有可能都是採用性的比較好, OK? 但是, 它的這個, 用的採用的保温度, 是不是越來不如誰? IOMP吧, 所以, 導致什麼? 它吃飯的人數是不是, 吃飯的這個範圍, 你要就業的這個前景, 是不是就不如咱們這個人要做, 明白? 其實我說, 咱們現在, 就是加化專業, 基本上就不能就業, 它們現在全部都轉成了安哥專業了, 明白? 咱們是不是也是安哥專業? 因爲什麼? 加了現在就是用的越來越少, 就是GSP這個東西, 原先, GSP就是一個套路方向, 就是一個優勢方向, 光講這個, 加蠟, 一億, 那些改善, 就加蠟, 就不就,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沒好, 就不能這樣, 要是沒有安卓的出現, 其實加蠟要偷懷, 但是安卓是不是可怕? 安卓是不是用的是Linux, 但是它上面寫的語言, 絕大多數都能不能加蠟開發, 明白嗎? 所以它是等於借了些Linux的光, 然後, 其實你要給蔣佳奧老師去說, 沒有安卓奧佳奧就死了, 他們不認同, 因爲誰都, 人就長起來了, 哪一天你說Linux要死的, 反而是不是也不行?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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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很正常, 但是, 怎麼說呢, 客觀市場威力, 可能它不是因為你想不想, 你同不同意, 它就可以轉變, 對吧? 包括我說, 其實現在P-P, 就已經達了緊縫了, 可, 憑慮現在的這個情況, 現在真的是, 我們已經達到緊縫了, 我們說實話, 真的已經達到緊縫了, 它可能不會再有太高的希望了, 因爲它是現在已經佔, 全球佔了百分之八十, 你還想得不到, 你們亂說什麼? 那麼, 任何東西都是什麼? 聖機率率, 任何東西我說, 目前看還不會, 但是, 有可能就是五年, 五年左右的時間, 就有可能左右的時間, 我看, 但是, 我們說, 行業後, 這個科班前期, 沒有辦法, 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 沒錯吧? 雖然, Vinners的聖經周期會長一點, 但是, 保護其, 過了二十年, 十年, 只留何的人會考慮, 這是科班規律, 對吧? 我們能做的事情, 是不是只是, 先考慮一下現在的情況? 明白, 所以, 現在我們這邊下, 其實就出現了, 我看, 好了, 好, 勇你, 走你 別這樣, 你衝在ающей, 一樣是能達它, 不想我們要把4個這個 tee, 你 Ada够說個 9ころ。 你要不要作6個的棒,